8月12日 紐約東區聯邦檢察官 指控7人從中國進口假貨到美國 在車間為這些商品貼上正品的標籤 然後出售給零售和批發商 他們被指控的罪名是串謀販賣假貨及洗錢 除3人在途外 四名華人被告分別是53歲的周凱隆 姓名均為逆陰 25歲的侯蔡恩 50歲的黃燕雪和57歲的楊建勳 隨後蔡恩住在布陸輪外 其餘3人住在皇后區 他們出售的假貨包括 假邀珠珠蝦、假內赫、Air Jordan運動鞋 假踢不爛、Temberland、大王蝦和Bitz耳機 根據起訴書 他們在2019年10月至2021年7月期間 參與了一項販賣假貨的國際計劃 他們先將假母商品從中國進口到紐約和新澤西港 然後將貨物運送到皇后區 和長島的一些車間和儲存設施內 在這些作坊中 他們為商品釘上商標和其他品牌標誌 變身為名牌商品 直接出售給消費者和批發商 如果按正品銷售 這些商品的零售價值超過1.3萬億美元 四名華人被告12日已上庭 每人以20萬美元的保釋金獲釋 庭外後審 法官同事也凍結了他們名下 過去通過銷售假貨購買的財產 另外3名被告人仍然在逃 警方暫時沒有透露他們的姓名 紐約東區代理檢察官卡蘇里斯表示 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將確保被告 為他們的貪婪付出代價 保護消費者不為假貨商品埋單